在高雄小港這邊有許多的店家也是被強風吹毀 像是有一個知名的這個牛排館 它非常淒慘 排風館跟尖台全部倒在地上 而至於在比較偏山區的美農客家餐廳這邊 同樣也是二樓鐵皮外牆 不敵強風整個被吹仙 建築物的鐵皮外牆整片被吹翻 在風雨中搖搖欲墜 看起來相當危險 這間位於高雄小港區的美農客家餐廳 扛不住山陀兒的強風豪雨 二樓鐵皮外牆硬生生被扯開 室內餐廳慘遍室外 餐桌椅全都露出來 馬路到處都是磁磚碎塊 就怕砸傷路人 現場緊急拉起封鎖線 山陀兒台風調出高雄居民數十年難忘的恐怖噩夢 同樣在小港區還有這間餐廳也是沒躲過山陀兒的襲擊 位在大棚路的牛排店 紅色招牌砸落在入口處 排風管跟尖台東倒西歪 地板全是玻璃碎片 屋主到場查看滿是無奈 屋主貪氣連連 好幾萬的裝潢 颱風過境後只剩廢墟 經營多年的牛排館 心血一夜之間全被吹垮 山陀兒狹帶的強風豪雨 重創高雄多個地區 受災戶趁著風雨見小 陸續投入復原工作 只期盼能早日回歸正常生活 記者綜合報導